他们只是想要赢一次比赛而已啊 为什么小兔子这么想赢得 跑步比赛第一名呢 因为他觉得他多才多就少了这一方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家家教而已 筹备了两年才推出的儿少节目 猫道上的哲学家 节目以童话故事搭配插画和舞台剧的形式 由主持人提出各种问题 来培养孩子的思辨能力 猫道上的哲学家这次可以得到五星奖的肯定 我们非常的开心 这是我们实验系我们筹备了两年 然后能够做这样的节目我们觉得很值得 因为我们去参展国际影展的时候 他们讲到未来哪一个国家的电视节目 可以让小孩子启发他们的思考 那个国家就竞争力 后来我们发现德国跟日本的节目 很容易让小朋友思考 所以我们回到台湾就想要说 做一个节目是让小孩子一点进去 就可以参加思考的 我觉得第一次得奖是对于整个团队的一个肯定 对那有的时候会想说 哇第一次得奖那第二次就有更大的压力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动力 在第二季可以继续加油 所以我觉得它是 即便我是一个门面 大家看到我 但是后面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在支援 所以我觉得能够得到奖是 是也让幕后的辛劳也可以提到台面上 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不只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在做的 而是我们大家的心血付出是有一些肯定跟成果的 我们是用这个节目是用童话故事 然后从里面找出一些观点 像那个国王的心衣 我们就会问有没有最美的东西 全世界有没有最美的东西 那如果说小美人鱼说我要到海上去探险呢 我们就问小朋友怎么样算长大 那灰姑娘听爸爸妈妈的话 怎么样算是孝顺 什么叫公平是不是一视同仁等等 让他们可以来讨论思辨 那这个思辨能力的过程让他们更加的自由 让他们发现真相不止一个 可以从多角度来看 间接慢慢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比较尊重别人 容忍别人的 希望将来他们有公民素养 从儿少观点出发 优质五星儿少节目不断提升内容创意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美观也感谢中家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 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赞 谢谢